有过失眠的人都知道,失眠是很痛苦的,有些是很困,但是怎么也睡不着,非常难受,每晚难以入睡,失眠的痛苦让人困苦不堪, 那么在晚上怎么才能快速的入睡,帮助那些失眠的人摆脱痛苦,想要摆脱失眠带来的痛苦,睡觉的时间点和睡前吃的东西是最关键的,下面就给大家讲解一下怎么在夜晚快速的进入睡眠,日常有哪些习惯,可以帮助快速入睡。 一,心理疗法,睡前可以放松放松,这是一种心理疗法,首先可以在床上,呼吸要自然,然后集中注意力在两只手或者两只脚上,尽量放松肌肉,或者极度放松身体上的所有肌肉。 如果感受到身体有剧烈的沉重感,那么说明肌肉已经放松到了一定的效果,心理可以默免,手越来越沉重了,脚越来越沉重了,怎么全身也越来越沉重了,如果意识到和四肢沉重感无关的感觉,应该马上停止,重新把注意放到四肢上面,实习再次达到放松的效果。 这样做的效果是能够让那些不容易入睡的人,在此过程中轻松入睡,坚持这种方法一段时间可形成习惯,每晚即可轻松入睡。 二,心理放松法,睡前可以聆听一段柔和或者单调的音乐,也能达到快速入睡的效果。 三,睡前喝点牛奶。 喝一杯牛奶,因为牛奶中的钙,可以有效的镇静物质,喝一杯热的饮料,可以能够快速的入睡,使身体放松,每天喝一杯,就像劳累一天后的靠劳。 牛奶中还有两种催眠物质,一种是能够促进睡眠血清素合成的原料。 L酸色氨酸,由于色氨酸的作用,每天睡前只需要一杯牛奶,就可以安然入睡。 另一种是对人机器调节作用的态类,其中含有多种类鸦片类态。 这种组织可以有效的和中枢神经神经或者鸦片太瘦体结合,可以发挥像鸦片一样的一种麻醉作用,使得人体全身感受到舒适感,更加有利于入睡和去除疲劳。 这物质很安全,不会像真的鸦片那样让人上瘾,牛奶又对人体的睡眠有益,所以,推荐大家每晚睡前喝一杯牛奶即可安然入睡。